至今生快樂的大家好 我是祖妮 想要追劇、聊劇、懂劇三願望 一次達成嗎?可以訂閱這頻道 我會用劇評解析 再給你更多情感上的知識 之前我曾經解析過這一部劇 就是Train 追凶列車 那這部劇在最近終於完結了 不過它的完結速度比我想像中還要快 因為我沒有注意到它12集就完結了 這是一個很不一般的規格 可是這也代表什麼呢? 就代表它的節奏其實相當的快速、簡潔、俐落 在結局播出後 有一些人來跟我敲完它的結局解析 那個時候我沒有注意昂擋 所以今天這支影片才會這麼晚出 因為我花了一點時間看一下結局 然後稍微研究了一下 那也是因為它有點複雜 所以今天的影片會直接針對整個故事的脈絡 做解說以及最後背後的寓意 好那我們就快速的進入一下今天的主題吧 劇情脈絡解析 主要還是整個AB世界的故事脈絡 所以我們先從我們的主角們的原生世界 也就是A世界來做解說 一樣要先從2008年發生的住宅殺人案件來說起 因為這場案件同時發生在AB世界 也是同個人所為 所以命運並沒有在這個時候產生分歧 兇手都是石敏俊 而幫兇也就是李承煦 不過在A世界的石敏俊和李承煦 他們發生了和B世界完全不一樣的命運 因為那時候的石道遠 在A世界的時候他把雨傘交給了瑞金 因此晚點到達現場 也就導致了當時他的父親被車撞死 而因為撞死人的李承煦心有愧疚 所以他想要去報案 不過這個想要報警的行為 也就觸怒了石敏俊 也就是說在A世界的石敏俊 還有李承煦 在當時一個變成了植物人 另外一個變成了輕度智障 所以在A世界的石敏俊 並沒有一直殺人 而是變成了植物人 並且回到了自己的母親身邊 他的母親也就是我們的五美俗科長 五美俗科長當時他阻止了道遠去報警 也是因為他害怕上面有自己兒子的DNA 因此他因為愧疚感而收養了道遠和瑞金 將他們兩人撫養長大 並且成為了警察 但兩人對當時的冤案都還緊緊抓著不放 試圖想要找出真正的兇手 而一直隱瞞真相的美俗A 就也都沒有告訴他們真相 讓兩人一直不斷的往死胡同鑽 直到後來他們在無精車站發現了一些無名屍體 所以才導致道遠發現了AB世界的連接點 也就是火車 接下來就要聊到世界B的整個劇情脈絡囉 在2008年一樣發生了住宅殺人案 不過那個時候的道遠B 並沒有像道遠A一樣把自己的雨傘交給瑞金 而是拿另外一把傘交給瑞金B 並且趕到現場救到了自己的爸爸 也導致車子沒有撞上他自己的父親 而他父親也就被當作行儀犯給逮捕了 這也導致了石敏俊和李承煦並沒有像世界A一樣 一個變成輕度智障一個變成植物人 所以呢 石敏俊他就不斷的繼續殺人 想要試圖讓他的母親逮捕他 不過呢他的母親也就是吳美淑 吳美淑B 他可能在2012年就已經死了 因為在後面的劇情當中曾經打撈出一台車 而車裡面的白骨呢 曾經穿著警長級的制服 因為有那個警規嘛 所以呢從這裡就可以推測 吳美淑B可能在2012年就已經被吳美淑C給打死了 而且還是開槍打死的 而美淑C因為在原本的世界 失去了自己的兒子 而不斷的跨越界線想要守護他的兒子 讓他活下去 所以他來到了世界B的時候 也是希望讓他的兒子的石敏俊可以活下去 而他的縱容也讓他的兒子成為了一個連續殺人犯 在他殺了人之後 他都會將屍體運到別的世界 讓警方完全找不到屍體 甚至可能沒有發覺這個人已經死了 直到道遠A跨越了世界的界線 來到世界B 並且揭發整個世界 而這個美淑C呢 後來他告訴人們說他的兒子死了4次 也是說除了他原本世界以外 他也曾經跨越其他世界 假設他的原生世界是C 那他曾經跨越到D跟E 但在這兩世界中的兒子都死掉了 直到他來到世界B 他的兒子還活著 所以他一直想守護他活下去 但無論他是逮捕他 還是放縱他 他的兒子最後都是死掉的 不過呢這個鬱鬱的部分 我們等會再聊到 所以呢我們還是要先把結局給講完嘛 因為道遠A跨他發現他只要待在B世界 那瑞金B可能就會死掉 所以呢他就想好吧 那我就從這個世界死掉 也許瑞金B就不會因他而死 所以他在火車上準備自殺的時候 又聽到了一輛火車死來 不過這輛火車並不是連接A世界跟B世界的橋樑 而是B世界跟某世界的橋樑 我們暫且稱他為F好了 因為不知道他是不是曾經美俗待過世界 所以我們先暫且稱他為世界F 不過他在這裡突然遇見了瑞金 這個瑞金一開始看起來很像瑞金F 因為完全看不出來原本瑞金B的氣息 直到他講出那些台詞 你有沒有想過什麼什麼blah blah blah 那一段詞就可以確定他是瑞金B 而瑞金B也和他一樣 道遠A本來就是為了瑞金而跨越世界的界線 來到了B世界 試圖想要去守護瑞金 而瑞金B在發現真相之後 他也願意為了道遠A跨越世界的界線 來到了F世界 因此呢 這是道遠A加上瑞金B 然後在F世界相遇這樣子 聽起來蠻複雜的 但是呢其實基本上就是拋棄了世界 而去為了待在某個人身邊的一個結局啦 所以呢追根究底 為什麼編軍要寫一個這麼複雜的故事呢? 我想這就要來到整個故事的寓意到底是什麼了 首先呢我覺得這個故事以火車來做命題 是一個很有趣的主題 因為火車嘛 他就是有自己的軌道 就像命運一樣 他是會追著他的原本的蹤跡 繼續前進的 而在這個故事當中呢 導演多次用軌道互相交接轉換 或是平行前進的鏡頭 去暗示某些人物的行徑 或是這個世界是否又重新跨越了 而火車其實它是實體化了人們的選擇 平行世界之所以存在 是因為人們做了不同的選擇 而導致不同的命運 整個故事圍繞在無金車站 無金市 Mukion 這詞呢感覺是有身後的意義的 雖然我對韓文可能不算是了解 不過查了一下好像跟漢字的意思 感覺是差不多的 都是沒有界線的意思 也就是說其實 他們把無金車站 無金市這地方 寓意為是兩個世界的交接處 沒有界線 也就是說 當他們橫跨了這個地方 他們可以到另外一個地方 所以才會被稱為Mukion 無金 那到底是命運 決定了人們的選擇 還是人們的選擇 決定了自己的命運呢 我覺得 MG用了兩組人物 來去試圖探討這個問題 也就是我們的科長 吳美淑以及他的兒子石敏俊 對照了我們的主角 徐道遠和韓瑞金 吳美淑他一直告訴我們的道遠說 你如果只待在這裡 你想守護的人最後還是會死 就像他原本的命運一樣 講的很像是 道遠把命運帶來了世界B 導致了瑞金B的死亡 不過呢到最後的結局 其實也蠻明顯的顯現出 並不是命運決定了人們的選擇 而是人們的選擇決定了命運 這到底要從何看出來呢 我們可以先從美淑身上來探討一下 這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美淑說他跨越了好幾個世界 也試圖想要去守護某個人 但是這個人最終都還是死了 也就是他的兒子 他跨越了三個世界 從他自己的世界 到了1 到了D 然後 最後來到了B 可是最後的結局都是死亡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局呢 他們曾經說過 有時候即使知道某條路是錯的 還是得繼續走下去 那就是命運 而美淑究竟到底做錯了哪一件事情 才導致這樣的結果呢 其實從美淑的記憶當中我們可以看出 他曾經逮捕自己的兒子 也像世界幣一樣放任過他的兒子 但最後的結局都是他兒子死亡 也就是說這個決定並不影響 他兒子死亡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要追溯到他在更早之前的決定 也就是說他拋棄他兒子這個決定 其實導致了他兒子死亡 因為他兒子一直耿耿於懷 他母親拋棄他這件事情 而在那之後 他也一直都不像是一個母親 並沒有為他的生活而付出關心 也沒有和他的兒子正面的 去解決他們之間的心結 而是不斷地放任他的兒子瘋狂的行徑 所以他的兒子石敏俊才會說 直到最後你還是答錯了 他的兒子一直給他機會 希望他可以像個母親一樣 但是他的母親 其實出於失心 不希望他的兒子死亡 所以讓他的兒子一直痛苦下去 這樣講是有一點點變態 但是他兒子其實也不是真的想殺了 而他想殺的是他的母親 他所殺害的每個人 都是拋棄了自己的子女 而感到痛苦的母親 所以他心裡是非常憎恨他的母親 但是他沒有辦法直接殺害他母親 而是試圖地去殺害別人 在腦海裡不斷地重複地殺害自己的母親 試圖去宣洩他心裡那一份怨對 所以也就是說 打從美俗他決定拋棄自己的兒子 他就已經做錯了決定 就像我們的主角道元說的 他從一開始就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 然後就無法從靈印中走出來了 雖然美俗C呢 他跨越了好幾個世界 嘗試做不一樣的決定 但這些都不影響之後的命運 因為他那個錯誤的決定在很早之前 就已經決定下來了 其實他如果去正面地去面對自己的兒子 去打開他兒子的心結 可能就不會這麼慘烈地導致兒子的死亡 但他一直都沒有勇氣去面對當時那個錯誤 他總覺得自己做那個決定是因為他是母親 他是媽媽 他為了自己的兒子好 所以才拋棄他 但真的是為他好嗎 那只是他異鄉情願的認為而已 他的兒子 非常的殷切的 希望的 和自己的媽媽可以在一起 而不是因為他是一個亨丁頓舞蹈症的患者 但他們始終沒有打開這個心結 所以這個錯誤的決定 導致的命運 是很早就定下來的 而他也沒有試圖去想要改變 所以呢 他就是一路錯下去 才導致最後死亡的命運 也就是說 決定好的命運 是可以被人們的選擇而改變的 這個可以從我們的道元和瑞金身上看見 道元A一直以為道元B當時沒有給瑞金B雨傘 但事實上道元B也是給了雨傘 只是給了另外一把 讓他可以急早到達 而不是像道元A一樣 當時他衝進了一家小店 所以耽誤了他去找爸爸的時間 但道元B不一樣 他馬上就到了他爸爸的所在地 並且救下他父親 不管是道元A還是道元B 當時這個雨傘的行為都拯救了瑞金 而瑞金A會死亡呢 也是因為被美屬C殺害 說實話 這個跟他們本來的決定一點關係都沒有 而是因為兩世界相互交錯了 美屬C一直在織迷無誤 所以呢 才導致了瑞金A的死亡 而道元A穿越世界 來到了B世界 遇見了瑞金 才重新展開他們的姻緣 其實我覺得這裡 比較讓我難以入戲的部分 是因為瑞金A和瑞金B 對我來說終究不一樣 不過有些人能夠接受 有些人不能接受 這是一件很常態的事情 這一點呢 我們可以從道元B的死亡來看一下 關於人和人之間是否可以相互取代 而李甄銘呢 也是那個在世界A成為了道元A的好朋友的那位女性朋友 在世界B成為了道元B的女朋友的那一位 在道元B死亡之後 李甄銘並沒有把道元A當作道元B一樣 因為對他來說 那一段記憶是絕無精有無法取代的 所以他並沒有把道元A當成道元B來對待 但是能夠看見道元A還活著 他心裡還是得到了一份慰藉 不過呢 道元A就是直接把瑞金B當成他的瑞金來對待 其實在本質上 兩個瑞金的差異並不是太大 只是因為瑞金B他長期在仇恨中的禁儀之下 變得比較銳利、比較強悍一點點 不過看到解決之後也會發現 其實瑞金B是真的非常的需要道元A的存在 在A世界當中 道元A和瑞金A相互扶持 才造就了後來的幸福的景象 只不過無盡是車站的屍骨 才又把當年的真相給掀了開來 在看道元B死亡的情節的時候 不過僅想是因為道元A來到了世界B 才導致道元B的死亡嗎? 但這樣想是不是也就太過於命運論了呢? 畢竟殺人的還是當事人那個兇手的選擇 而並不是命運使然 史敏俊他決定殺掉他們 是他的抉擇 並不是命運推使他去殺掉某個人 而不是毫無緣由的 所以人的選擇終究會決定人們的命運 其實道元A他來到了世界B之後 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解決瑞金B他在心裡的心結 他對於當年的事情真相的憎恨 在他道元掀開了真相之後 那份心結就終於解決了 他們兩並沒有互相憎恨 而是相互扶持的下去 這就和我們的另外一組 也就是我們的科長和他的兒子 成為了一個很明顯的對比 科長沒有去解決兒子的心結 但是道元他卻守護了瑞金 並沒有讓他自殺 並且解決他心裡的心結 兩人齊心協力的去追逐真相 我想這就是兩者之間最明顯的差異 並不是說什麼樣的選擇 或什麼樣的命運 而是有沒有直面人和人之間 真正的問題是什麼 其實這部劇呢 起頭看的時候 懸疑感十足加上他的世界觀 非常的完整 在闡述平行世界的時候 也有非常明確的手法 去闡述出為什麼會產生兩個世界 為什麼會有不同的發展 他把每一個切點都講得非常清楚 讓人們不需要太過用力的去推理他 但也能夠明白這個故事到底想要表達的東西 不過我在看到故事中期的時候 是有點點乏力的 因為角色的狀態始終沒有改變 一樣是想守護某個人 一直在追蹤某個真相 好像人物的或是情節的轉變 都不算是太大的浮動 所以看到中期的時候 是有點疲乏的 不過我覺得他濃縮在12集是一件好事 也就代表說他也知道人物的狀態 沒有太大的改變 所以在劇情的轉折之後 迅速的收尾了 以平行世界的題材來說 他算是發揮的還不錯 但我覺得也算是 蠻拋棄娛樂性的一部劇 他在愛情線上面的展現都非常的乾淨俐落 俐落到 讓人有點沒辦法喘息的程度了 但是以懸疑劇 或是平行世界的題材來說 他都把他拍得很零零精緻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雖然可能講的沒有很清楚 但大家還是可以把問題留在留言區 如果我可以的話 我就回覆大家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別忘了幫我按個like 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你還有想聽什麼樣的劇評和解析呢 都可以跟我敲碗喔 就這樣 掰掰 歡迎大家追蹤我的IG 不定時會在IG上更新 語錄、解析和戲劇感想的分享 希望能常常和大家有更多的互動 另外在Apple Pockets Sawang、Spotify、First Story、Google播客 搜尋聚光燈或左鱗 都可以找到我的Pockets喔 上面會和大家先談各種戲劇的話題 也歡迎大家視訊我你想要聽的主題囉 字幕視聴上去